4月18日 上帝啊 请感动我们的心 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 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撒木尔记上10章26节 只思考这节经文所讲的 上帝感动了他们 不是七一天 不是孩子 不是父母 不是顾问 而是上帝 是那位拥有宇宙中 无穷力量 无穷权柄和智慧 无穷爱和良善 并无限纯洁和公义的 是他感动了他们的心 木星的周围 如何能碰到一个分子的边缘呢 更别说 参透到他的河里面 因为上帝的触摸是一种感动 一种真正的连接 所以他是极美好的 他涉及心灵 涉及上帝 也涉及真实的触动 这些都是极好的 那群跟随扫罗的勇敢的人 不只是向他们讲了 不只是受神圣的影响动摇了 也不只是被看见并被认识 而且上帝无比屈尊地触摸了他们的心 上帝是那么近 他们并没有被吞没 我爱那感动的触摸 我希望他越来越多 为我自己也为你们 我祈祷上帝 为他的荣耀再次感动我 我祈求他感动我们所有的人 哦 为那来自上帝的感动 若他带着火来 那就来吧 若他带着水来 那就来吧 若他带着风来 哦 上帝让他来吧 若他带着雷电来 让我们向他俯首 哦 主啊 来吧 来接近我 燃烧 浸泡 打击并撞碎 我温柔 我细小 来吧 一路来 感动我们的心